字幕提供 嘿,大家好,我是魚王,歡迎來到最新集的開箱英文錄 今天我們來開箱一台電腦整機 這台整機比較特殊的地方是 它內置了終於上市的Intel獨立顯卡A380 因為目前這張新顯卡暫時還沒有單獨零售 所以我們收到的是完整的一台電腦 不過整機在運輸的時候 顯卡和機箱分開來單獨寄是很正常的操作嘛 所以先不管整機我們把重點顯卡拿出來看一下 好,廢話少說先把顯卡拆出來 大大的Intel顯卡首家核心合作夥伴 Intel把它加的獨立顯卡叫做ARC Rayshan 從現在開始Radeon和GeForce 多了一個新的競爭對手 這次我們說到的顯卡型號是IntelARC A380 跟某飛機是一個型號 Intel的顯卡會有A3、A5、A7幾個系列 類似CPU的I3、I5、I7 這次收到的這一張算是入門3系中最高的這個型號 這張顯卡是來自新品牌蘭戟 是Intel顯卡的首個核心合作夥伴 藍戟的英文名Gannier來源是北歐神話裡面奧丁使用的神矛 Gannier 嗯,最近不知道為什麼特別流行北歐神話 然後奧丁的神矛又有閃電的意思 他們的logo和品牌名就是這麼來的了 藍戟會專注做Intel的顯卡 雖然他們是2020年才創立的品牌比較年輕 但實際上是一個有著200多人的大團隊 畢竟能成為Intel在中國大陸的首個合作夥伴 應該還是有一點東西的 盒子背面的左邊寫了這張顯卡的最低電腦配置要求 右邊則是顯卡的基本相關信息 X1 HPGV架構,支持X1SS AI放大 以及支持DX12 Ultimate OK,那麼把顯卡拿出來 說明書 這個燈光的指示 它這個燈光的狀態還是有不同的意思的 嗯,顯卡本體 剩下沒有了 誒,還是有封條的 嗯,全新的顯卡的味道 這張顯卡屬於藍戟的FOTON光系列 顯卡外觀是藍黑配色,屬於現代科幻風格 整體還是非常酷的 就是這個畫風突然讓我想起了明日方舟 顯卡的正面是兩個9公分的風扇 比intel的公版多了一個 散熱器不知道是擠熱管 等跑完測試拆開來看一下 顯卡頂部的左下角有intelARC LOGO 一個全新的信仰標 藍戟LOGO所在的小環塊頂部 延伸出一條貫穿背板的藍色袋子 背後這條袋子被藍戟自己叫做光之軌跡 是一條雷射光粒子樹 中二感滿滿 顯卡背板是金屬的 不過因為是黑色 所以整張卡看上去一體性還是不錯的 順帶提,那條黑色袋子上面是特意做的戰損效果 不是我弄花了 顯卡的供電接口是單8PIN A380 Intel官方標稱的TDP為75W 而攔戟這張卡的頻率比官方的高 官網上標稱的TBP是92W 反正單8PIN加上PCIE理論供電為225W 肯定是完全足夠的 顯卡的輸出接口是3個DP加一個HDMI常規配置 顯卡的外觀看完了 接下來把主機也拿出來給它合體一下 這台主機的配置比較的常規 相信大家感興趣的也不是它 這裡就不單獨做介紹了 列一個配置表給大家確認一下 趕緊把顯卡懟進去,開始跑測試 插電 開機 哦,LOGO亮起來了 進到系統之後我發現GPU-Z已經能認出A380了 LOGO是對的 可能是因為ARC銳旋顯顯卡已經有筆記本版本了 著者器的數量能看到是128個 根據官網的說明這張卡的X1核心是8個 光追單元也是8個 啊,對沒錯,這張卡是支持光線追蹤的 顯卡通道顯示是PCIE4.0x8 正角上面也能看到只有前面的一半是有走線的 按照它的性能定位 這個帶寬在舊的3.0平台上面其實也是夠用的 顯存是GTDR6 6GB 對這個定位的卡來說也是足夠了 然後攔戟這一張A380的頻率上到了2450MHz 比官方的2000MHz高了接近四分之一 公版A380英特爾官方的建議零售價是1030塊 非公可能會略貴一點 我們找了兩張現在京東上面賣著1000多塊的顯卡來做對比參考 分別是1050Ti和1650都是非公的 這兩張卡好像也比較難找到公版 雖然這兩張都是發布了幾年的老卡了 但是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直到現在 入門卡都還在溢價的狀態 然後AMD RX 6400我們手上沒有 看別人的測試遊戲表現應該和1650是非常接近的 測試時顯卡我們都會查到相同的這台電腦上面跑 控制變量 驅動都是最新的版本 那麼來公布測試成績,首先是3DMark理論跑分 在幾個基準性能跑分中 藍輯A380的成績表現還挺不錯的 對比1650在DX11的項目中贏得少一點 DX12的項目中則贏得多一些 然後我們跑了一下PR光追測試 1050Ti和1650都跑不了,所以就沒有成績了 A380的得分是接近1000分 作為參考,台式機2060的得分是38-4000分這樣子 筆記本3060差不多是4800分 PCIE大款測試,三張卡的數據傳出速度都差不多 而在3DMark的DX12新功能測試中 A380和1650算是打得有來有回 1050Ti則是好幾個測試跑不了 能跑的效能也非常差 還有AIDA64 GPGPU測試 A380的單精度浮點成績比1050Ti的略低一點點 雙精度浮點不支持 整數運算A380比1050Ti強不少 但只有1650的一半不到 剩下的幾個運算項目A380比1650稍弱 不過大家都知道3DMark這一類測試軟件的跑分 它只是理論性的 跨架構的情況下參考價值非常有限 所以我們還是來看一下實際遊戲的成績 DOTA 2DX11模式1080P第三檔儀式畫質 大多數情況下A380的幀數表現和1050Ti非常相近 和1650有一些差距 個別情況下能看到A380幀數低一點 但是顯卡佔用也沒有滿 應該是優化的原因,畢竟是新顯卡 吃雞1080P中特效 A380大概比1050Ti強了15%左右 比1650則弱了接近20%這樣 CSGO1080P中特效,這款遊戲中A380的表現有一些奇怪 幀數比1050Ti都低了不少 估計就還是優化的問題了 古墓111080P中特效DX12模式 這款遊戲A380比1050Ti就強了挺多的 幀數多了一半,基本能達到60幀流暢遊戲的要求 和1650的差距也比前面的遊戲小一點 只有12% 然後雖然A380在這款遊戲中能開啟光追 但是目前還沒有支持Intel家的AI放大XESS 強行原生分辨率去跑,肯定是慘不忍睹的 這也就懶得測了 大表格21080P也是最新的DX12模式 特效選了預設中的平衡 A380對比1050Ti依然有著比較大的優勢 和1650的差距也是在10%多一點 另外之前看到Intel在做宣發時 有提到針對國場遊戲進行了優化,所以我們也跑了兩款 第一個是天涯明月刀DX12版本 1080P中特效,動態毛髮效果開到高 A380的表現也是差不多在兩張卡的中間 還有永結無間,因為這個遊戲隨機性實在太大了 很難控制到同一個場景 又因為趕首發時間比較急 所以這裡改為直接讓肥仔打了一局看一看表現如何 實測1080P中特效,在路上的時候基本是60多到70幀 人多和特效多的時候偶爾會掉到60以下 確實是可以流暢遊玩的 總的來說,藍擠這一張A380的實際性能表現 在1050Ti和1650之間 DX12下表現會更優一些,會更接近1650一點 畢竟已經是2022年了 以後的遊戲也會更多的採用DX12 Intel從長遠出發設計顯卡架構的時候優先考慮DX12 也是合理操作了 同時全新架構的顯卡上市,很多遊戲應該也沒有優化到位 後續還有提升的空間 這張卡測下來也基本上能達到Intel規劃的 以1080P中畫質,流暢玩主流遊戲面向入門遊戲玩家的定位 公版卡頻率比這個要低,性能應該會弱上一些 尚不清楚超頻前率如何 接下來我們考一下機看一下這張顯卡的功耗和散熱表現 雖然是功率,因為攬戟A380Photon的頻率和TDP都比公版的要高 所以單考甜甜圈時整機功耗比1650還高了幾瓦這樣 20分鐘後攬戟A380的溫度保持在70度出頭還是比較涼快的 聲音也比較的安靜,人味基本上聽不到了 實際的遊戲古墓11中顯卡的功耗會低幾瓦 不過這張卡的差距還是和考甜甜圈時差不多 然後軟件讀不到A380的溫度,理論上應該會比甜甜圈時更低 視頻的最後當然就會將顯卡拆開來看一下內部的情況了 雖然A380的定位比較入門 但是攬戟這一張Foton還是下的蠻多功夫的 至少螺絲的數量是給夠了 裡裡外外都有做固定,看上去就特別牢靠 反正我是拆了老半天 散熱器能看到是單熱管的 鋁片的面積倒是不小,反正散熱表現還可以 因為沒有對比PCB不知道是不是公版 但整體看上去還是相當規整的 顯卡的核心上面沒有做任何的標註 周邊的那堆編號也看不太懂 顯存只有三顆,都是三星的 PWM主控和供電MOS主要用的是NPS的 在版卡上是比較常見的搭配 背板下面就沒有什麼東西了 總之作為一張入門卡來說用料做工還是可以的 就是希望價格不要太貴了 好,那麼到總結時間了 雖然英特爾A380首發只批給整機 零售還要等到8月份 不過從測出來的性能和官方建議售價來看 A380的上市時機其實不是太好 雖然現在低端卡的價格還沒有完全掉下來 A380在它所在的價位區間還是有一戰之力的 畢竟1050Ti京東自營正經牌子的現在還賣著1000塊錢以上 但是虛擬貨幣已經開始崩了 顯卡整體價格的下探是可以預見的 其實英特爾的ARC系列顯卡早在年初CES的時候就已經公佈了 直到現在才正式上市 據說這半年是在做驅動等的優化 這麼看來他們並不是急著在礦潮顯卡最高價時賺那波快錢 而是非常認真的想做顯卡業務 以及應該也是為了後面中高端顯卡打好基礎 並且這一次還是中國區獨佔首發 還針對國產遊戲進行了優化 還選了我們本土的公司藍擠進行了首發合作 看來對中國市場也是相當重視的 作為消費者我們肯定是希望市場有更多這樣的競爭者進來 畢竟市場上一家獨大是什麼樣的我們已經見識過了 從英特爾的宣發來看 他們還考慮到了多媒體的編解版能力 對專業任務也有考慮到 不過這一次時間比較緊張 沒來得及做測試 同時1050Ti和1650畢竟也是出了幾年的老卡了 新的功能支持沒有這麼完善 買二手的大家可能也會怕買到礦卡、二手翻新那些 還有570、580、1600S那些更加是重災區 而A380它是一張全新的卡 肯定就能避開這些問題 AN兩家新架構的顯卡上市一般也是從高端開始 他們的下一代入門卡估計快也要到明年才能見到了 最後我也比較期待英特爾後續中高端顯卡的推出 還有英特爾對遊戲陣容的持續優化、精度 我也會保持關注的 好 那麼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點贊評論支持一下 喜歡觀眾順便點一個訂閱 就不會錯過後面的精彩內容了 我是羽毛先生 再見 拜拜